大家好啊 我是Bill啊 随着现在汽车技术的发展 这个汽车做的是越来越高级啊 现在司机现在都能发现啊 你一打开汽车 这个仪表盘上有各式各种各样的指示灯 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什么样的都有 那么它们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本期视频啊 Bill就拿出来10个最常见的指示灯 给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看视频 好了啊 本期视频咱们分为两大部分啊 第一大部分给大家说一下 具体说一下这10个指示灯的具体含义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假如说我就是记不住 因为那个指示灯太多了 那那么多怎么记忆呢 我就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还有一招一个关键一招 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只要听完这个第二点啊 听完这个第二点 你都不需要记忆了 你就按大的泪一记 你就大概八九不离十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确保你开车肯定是安全的 好吧 咱们看一下 好吧大家看一下这张表啊 现在给大家列出来最常见的 10种汽车仪表盘指示灯的含义 首先呢 咱们看绿色的部分啊 咱第一个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大家晚上开灯 只要夜灯一打开 这个灯就是亮的 这个就表示夜间照明灯已经开起 但是要知道啊 这个呃 晚上这个照明灯 有一个是小灯一个大灯 这俩灯 呃 不管是哪个 它都是这个夜间照明指示灯 所以说你一定要确认 晚上开车的时候是那个大灯开着 除非你在那 parking停着的时候 才是那个小灯才可以啊 第二个是啥意思呢 是雾灯 每次这个雾灯一开 一般是在有雾的时候开 但是我看着很多人有的时候 可能他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吧 那个雾灯都是开着的 所以说这个你得自己看一下 这仪表盘你的雾灯开没开好吧 白天就是不是雾天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开这个雾灯啊 第三个大家看一下是什么呢 这个是表示巡航控制指示灯 这个可能多数人在开高速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用它 就是说你设定的一板外 比如说你然后呢 你就脚去脚就可以离开油门了 然后你就控制方向盘就成了 他就自己就速度控制的非常好啊 就不用你脚一直踩着了 这是巡航控制指示灯 表示这个灯已经开启 第四个是远光灯 其实它是蓝灯啊 不应该说绿色指示灯这一类里边 我就给它放到一块了 反正是啊 这个远光灯是啥意思呢 最关键是你开远光灯 你得知道 因为你晃着别人 很多人有时候他开远光灯啊 他也不是有意识开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你怎么知道不知道呢 作为司机啊 你关键你得看这个仪表盘 因为你开远光灯 你晃的是别人 你不知道 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仪表盘 这个蓝色的远光灯一亮 你就知道你这是就是前边视野啊 就那个远光灯抬的特别高 他照着对方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说对方没人的时候 你才能够用远光灯 好吧 一般在市里这个远光灯 基本上都不用 好吧 这是这个绿色的这几个指示灯 现在说黄色的指示灯 大家看一下后的啊 后的这个指示灯 它表示呢 这个保持模式已经开始 什么意思呢 现在很多新车都有这个功能啊 呃 你比如说一般的车 正常的车 你挂上D挡 挂上D挡 那个自动挡的车 你不踩刹车 不踏油门 它不是走吗 那你要是经常开车 你在红绿灯开时间长 你老得踩着刹车 它累怎么办呢 你按下这个后的键 就是说你踩油门走 踩刹车停 停了之后 你那个脚可以离开刹车 然后这个车就不走 然后你下次呢 直接一踩油门 车就又走了 然后你再踩刹车 车就又停那了 你脚不用一直踩这啥车 就能够放松了 有这个功能 好吧 这是hold的指示灯的含义 然后第六个是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这个呢 你看总体来说啊 它是黄色的一个指示灯啊 它呢 倒不是特别严重的故障 只是一个危险警示 告诉你发动机哪块有故障了 你应该去尽快去做检查 因为这个呢 故障太多了 你到检查的地方呢 人家也是插上那个检测仪 跟那个汽车的电脑一连 然后他读读读那些指令 然后看出来具体是哪块有问题 这个你自己肯定是不 基本上是不知道具体问题的 你必须得找dealer 或者找修车的人帮你看 好吧 这个是发动机故障指示灯 下面呢 下面呢 咱们看几个红色指示灯啊 第七个指的是安全带指示灯 这个显而易见 没接安全带 大家自己要知道啊 你开车行车是绝对不行 不可以的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灯亮 赶快系上安全带 第八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车门没有关 有的时候是啥呢 你当然谁大敞着门 那不太可能啊 多数有时候是没关眼有时候 然后这个你又不知道就开车了 一看这个灯 你得赶快停下车来 把那个车门关上 你看啊 这个指示灯 有的现在新车好多指示灯 都能告诉你具体哪个门没开 但是像这个呢 呃就是一个笼统的指示 表示有门没没关闭 你得自己找一下 第九个呢 表示制动系统警告灯 呃这个呢是制动系统有问题啊 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手刹没有放开 好吧 有很多人啊 就是忘了放手刹了 然后还一直在那开 那你那个就相当于这个打个比方啊 就相当于你骑自行车的时候 你脚底下蹬着 然后呢还手上还捏着这个刹车 所以说你是既费油还磨刹车片 对车肯定是不好 所以说一看到这个呢 灯亮了 大家一定要先检查一下 手刹放开没放开 好吧 第十个最后一个 这是点火指示灯 这是汽车充电系统有问题 这个灯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多数反正我认为啊 我出现过几次情况都是什么呢 都是车的这个 因为这个车平时打火是靠电池 给发动机带起来打火了 然后一旦打着火了之后呢 是有一个发电机给电池充电 这个灯亮我这几次遇到的问题 全都是这个发电机坏了 就是发电机系统着了 但是发电机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像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你要开着灯 用用不了多久 这个电池可就彻底没电了 就是你停下来车之后 车也就彻底走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灯亮了 你还得赶快检查一下 这个充电系统有什么问题 好吧 这就是十个最基本的 我认为最基本的十个指示灯的含义 好啊 上面咱们说了一下 这个十种最基本的指示灯的 距离的含义 那么假如说我就是记不住 那可怎么办呢 告诉大家一个基本规律啊 这个指示灯基本分为三大类 按颜色分分为绿色黄色红色 这么三大类 绿色很简单 它是代表肯定是没事的 表示是某个某个功能开启 所以说绿色指示灯亮 你不懂它什么含义 基本上没啥事 那只是告诉你某个功能开启了 这是绿色指示灯 然后第二个是啥呢 是黄色指示灯 黄色可是带有警示一位 它是警示牌 告诉你 可能什么什么东西呢 是有点不正常了异常了 或者是有什么危险的存在 所以说呢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回事 你需要警示一下 但是车你说能开吗 应该是还能开 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你应该是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是黄色的黄色第二类黄色指示灯 然后第三类就是红色指示灯 这个就要非常注意注意了 红色指示灯 一般红色指示灯亮了 你不能帮一下急傻傻在那 那就撞车了是吧 在安全的前提下 尽可能快的先停车 一定要知道这个指示灯 具体是怎么回事 你才能才能继续前进 因为有的时候红色指示灯亮着 你一直开 造成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啊 这个车可能就不是几百块钱 可能几千上万块钱才能修了 这个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说红色指示灯亮 大家一定要尽可能早的停车 查清问题 然后继续前进 好了 本期视频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加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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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